为了鼓励大家节能省电 台电不是有这个政策吗 就是如果说用电量比去年的同期少多少多少 就可以享有多少的优惠折扣嘛 但是这样的折扣措施可能只能到下个月底了 因为现在传出来说 台电打算用抽奖的方式来取代折扣 被批评是变相涨电价 其实五年多来 台电的电费折扣金额超过了350亿了 这也表示我们大家真的在配合政府节能政策嘛 也替自己省荷包嘛 但是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省着省着 也习惯用电折扣之后 台电却把它视为是营运的亏损 要取消了改成抽奖了 那意思是说不再鼓励大家节能节电 现在要鼓励大家碰运气吗 马总统不是才刚刚讲过油电涨价 两年下来大家都习惯了 是希望大家都习惯涨价了啦 但是我们也习惯了省电有折扣啊 台电现在出面灭火 说奖励折扣不会取消 但是未来会不会改成抽奖的模式 都还在讨论当中 冬天开电暖炉让身体暖乎乎 而这用电量可是特别高 而现在台电又公告 恐怕要在二月取消 电费折扣奖励节能措施 改成抽奖活动 等于电费变相涨价 民众听了超傻眼 没有一个缓冲的空间 那最好就是不要取消了 抽奖很奇怪啦 因为抽奖还是少数人幸运而已啊 一想到家里电费可能又要变多 家庭主妇讨抗抗帽得休 其实电费账单上会有基本折扣栏 只要比去年同期用电量少 就能享有八折到九五折优惠 五年下来台电光是折扣就有近四百亿元 让亏损连连的台电觉得负担沉重 考虑改用抽奖代替直接折扣 二月底要把撤销 三月有个新的方案出来 这个不是真的 我们还在研绎这个新的可行的办法 台电出面灭火 强调补助优惠不会取消 至于未来会不会改成抽奖 目前都还在研绎 台电马上改口 不过消息一出 还是不免让民众担心 荷包会不会继续缩水 记者刘浪亨 陈宇山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